酒驾累犯害死人命这实在很可恶 最新消息来关心有一名酒驾曾经被吊烧驾照的男子 清晨在夜店里饮酒坐乐之后又醉醺醺的开车回家 结果在途中撞飞了一对骑机车的情侣 男生当场被撞死了 女生受到重伤 事后男子的父亲赶到派出所 气得大骂 要求警方将儿子关久一点 警方现在研判当时呢 肇事者的车数至少破败 车祸现场两辆机车被撞飞变成碎片 零件也散落一地 传货的这名徐姓男子当时满身酒气 把一对大学生情侣当场撞死 厄烈的是徐姓男子去年7月 才因为酒驾被重罚6万元 没想到他根本没有记取教训 再度酒驾 清晨经过高雄左南路时 开车以破百的速度将情侣撞飞 甚至拖行快200公尺才停下来 以往就有公共危险 就92加车的那个 前岸是环起数 据了解男大生家中并不富裕 为了养活自己 男大生还在餐厅打工 可以说是相当孝顺 照片中更可看出他阳光帅气的模样 肇事者因为一时贪悲 造成姐弟情侣天元永隔 家庭破碎 恶劣行为不可原谅 有请不吝散